稍微粉丝提问 如果度假导使用金条购买物资 游戏会怎样 对于这个问题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至好会有三个变化 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术吧 3 2 1 你双击了没有 关注了没有 1.开局体验变好 如果度假导像以前的黄金岛那样 使用金条买物资的话 那开局就不会出现手枪打步枪的局面 大家起点都差不多 不会刚落地就成河 开局体验会变好很多 2.打野玩家会变多 如果度假导使用金条购买物资 那即使去打野 只要收到足够的金条 就能直接集齐全身神装加空头武器 还能避免前期和敌人对抗 这样前期会有大量玩家选择打野 中期对抗会更加激烈 3.对萌星更有利 如果推出这个设定 那玩家之间的对抗 很少会有装备碾压了 对枪会公平很多 这样无疑对萌星更有利 绝爱圈大家都是三级套加空头武器 不再有装备碾压了 小玩们 你希望推出这个设定吗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